美国军方的网络安全再次出现了漏洞 美国军方在今日表示 有骇客针对部分国防部人员的旅行网络记录进行攻击 导致客资及信用卡资料外流 而美国国防部已经针对此事展开调查 这已经不是美国官方第一次遭到网络骇客的攻击 今年6月时 美国海军也曾爆出重大的军事机密外泄事件 当时中国政府的骇客入侵美国海军承包商的电脑 窃取了大量水下作战高度敏感的勤资 上百件的机械与软体系统细节遭到外泄 包含了预计在2020年开发完成的潜舰用超音速反舰飞弹 而本次的各资外泄国防问题 也是在外部厂商的管道出现的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布奇诺忠孝表示 一个合作的商业供应商遭到骇客的攻击 导致了个人资料遭到了入侵窃取 根据美联社的报道 一名了解内情的官员透露 该次的骇客攻击可能影响了至少3万名的员工 而随着调查的推进 影响的人数可能会持续攀升 而攻击事件可能是发生在几个月前 直到今日才被发现 但是该名官员也指出 本次外泄的资料中不包含 机密文件与资料 新闻时事报记者李倩瑜整理报道